我是Alison 我要只可以請大家來給我這場最棒的 這場真的有兩個意義 一個是非常開心今天大家來到這場 特別是第一次來的人 你們跳出去了 那第二個意義是給我們的學寶 因為我怕我等一下會有講過頭 所以慘了 那我是Alison 我目前是大肆金融縣學生 也是得慨不見 岳父李和克斯佩爾實習生 那我今天主要講的主題是 夢想跟現實的差距 那我講了三個重點 第一個 當我想做事 跟我學的事不一樣的時候怎麼辦 第二個 我要實習 以一個實習生的角度 看到什麼 知道什麼 第三個 他們給了我什麼樣的理解 那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害怕一些事 可是基於過去一些不太好的原因 像我自己以前早期蠻害怕跟外國講話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經驗 遇到就是講不出來 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你自己的未來想變成一個怎麼樣的人 我覺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這點 例如我想到世界各地 跟大家交流文化 告訴他們我們台灣有多好 那當然還有很多 可是你們有沒有想過 我們害怕的事 我們覺得挫敗的事 其實是我們有興趣的事 只是我們不敢去做而已 那在發現這點後 我也開始慢慢的做嘗試 慢慢越來越有執行 可能參加了很多活動 那只有這些活動 你找到了很多跟你有相同熱情 相同感覺的 我們其實可以一起獨立 一起往前進 那給我啟發的是這部影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看一下 有些非常重要的 國家 拿來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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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不去嘗試 你十年後還是沒有這段回憶 還是後悔著那些事 那其實這段影片告訴我 有太多人有後悔的事沒有去做 那夢想兩個字 我做了夢 你想了 那我去實踐了嗎 你有沒有去動起來 我覺得大家可以想一下我這麼有意義 像我剛剛提到的 大家都想變成的人 那你有沒有朝那方向去前進 去學習 那相關的技能等等 那我相信我們應該很難從單一的科系或單一領域 就去學到我們所需要的知識正確 那你有沒有誇到領域 大家可以輸考一下 那我身旁很多朋友 其實跟之前我有一樣的同名 覺得 咦 要去考研究所 我去好了 當考公務員 我也去好了 可是我們有沒有真的想過 自己要的是什麼 那其實在各行各業 各個領域 不管熱門冷門 都有非常簡粗的創作者 那我介紹幾位 像我創作人 第一位是 蔡康勇 對 沒錯 就是蔡康勇 他在銀光幕下這麼多年 他寫了書 看他的文字告訴我們 我們這個現實有多纏糊 甚至告訴我們應該知道什麼道理 例如我非常喜歡學習 讓我們越走越放過 那如果只是單純的升學 學長 我們就左右下掌 另外這個 比較陌生 然後這誰 我剛剛聽到 不是 王傑 差一點 這工作齁 這個是臉性 那音樂當然也是我們 跟我們息息相關 沒錯吧 我們有沒有很會過 當幕下的新鮮低鎖都很開心 他就為他聳聲大眾 應該有吧 所以他們這部書寫的說法 告訴我們人生的行動 成功影響我們 第三個 大家看過這服務照片嗎 這個是 馬力夫 歐卡拉 歐卡拉 對 他是馬力夫 可是他媽媽不知道 他是Andy Warhol這個作品 歐卡拉 歐卡拉 那像他就 他講了 我們的人 其實每張臉 一開始都是白質 可是會因為不同的因素而改變 或許是因為政治利益 卻可以是因為公共而定 那他想 他說到 沒有永遠不變的面貌 那我們可以換個角度來想 我們當然不可能永遠只有一個面貌 不過我們不可以操作 我們想要向他方向前進 那 最後一個 不捨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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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實是一位 私立科大的學生 他畢業可能三五年了 他讀科大不是很好 可是他一直知道 他要走室內設計師 那在幾年後下來 他成功開了工作室 甚至做錯了不錯成績 那我要講的是 如果 我們從小我們都在創作嘛 不管是連連錄也好 水彩畫 藝術等等 今天我們對藝術不是那麼再好 可是我們可以是自己的設計師 那舉環上面提到的 不管是文字 音樂 藝術 設計 還有更多領域 其實都有很多不一樣的平台可以協助 那這也是我在實習的其中一個平台 Casplay 以及群眾啟示平台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提過這個平台 群眾啟示 稍微介紹一下這概念 例如 今天的歌手想要發起唱片 來找我們 那借我們的行銷包裝 和他做文案 影片等等 找到適合他的讀取來參加 那當目視竟然達到我們所預定的目標之後 他的CD專輯就產生了 會重點消費 那因為我本身可能會比較跟設計師接觸到 就連續剛剛舉張此次話題 稍微對設計做一些恶心 跟大家分享一下 根據去年的第一季 在Cunchborder 同時 Inigogo 跟Tistar 上面 就有128的硬件 幾次成功 募資金跟Cicoda 6800多 相當於21的美金 和21的台幣 來可以想像的金額 不過我們也發現了 儘管它那麼多硬件會成功 卻有84% 被deliver 延遲甚至失敗 那我們例子來告訴大家 為什麼 這個是Cunchborder 它是一個多功能的冥想 包含了果汁機 USB 藍牙阿巴 整版等等 非常多功能 而且它現價只要200塊的美元 可是我今天不是來賣這個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這對他們來講有多便宜 多方便 因為前後人數 跟Cicoda拿了6萬人來贊助 或是Cicoda拿了1300萬 可是這個 昨日的 昨日之星 卻變成了現在大家的夢 原因是因為 它自己承管 成本控管不好 導致它利率有些落差 所以現在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收到 三分之二的人還沒收到 那如果你是贊助這個人 你是消費者 你沒拿到東西 會不會生氣 當然會吧 對不對 第二個 這個是一個科技手錶 來自Indigogo 你們可以看到 其實它流氓度蠻明顯的 可是 剛剛後來不知成功之後 他們也發現 我們會因為人的手指 手部關節 或是手背這個彎曲弧度 導致它的流氓度不明顯 所以這也被判出來 是不具可行性的 後續也失敗了 第三個 這是一個指牌遊戲 它當然達到三分之金 可是它卻遲遲沒有 引力管產品給觀眾 也沒有給消費者 所以消費者 剛像大家說的 你會生氣嗎 對不對 沒拿到東西怎麼可以 所以他們就憤人提到 這個就成為了 美國首帝 的敗訴 case 那當然是要遭到 退款或罰款 那我相信大家都有經歷過 金融牌照 那如果繼續這樣下去 群目一個協助大家 實現夢想的地方 會不會套的話 當然會 這平台就這樣消失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不管是台灣 還是世界各地 都許多優秀創作的人 那我們靠上雙手 靠上雙手 靠上雙手 不可思議 令人驚奇的產品 不過產品 終究是要導向市場 讓大家可以接受 那這也是我們公司存在的原因 以下是我們幾個合作破案例 例如這個是 他是農村人體服務業 他跨界設計 做了 這次 大家有沒有想像過 他只是一個像方 可是他上面有一張相像的卡片 我們可能拍照 大家可能 或許等一下的照片 可是我們10年後 20年後 還還記得住當時的情形 我想這應該有點困難吧 所以他做了這個 或許我們可以寫上主標、副標、甚至內文 以影片五星節為例 我們可以寫五星節、主標 副標是明月份、是今年 那內容寫一些感性的話 甚至可以錄一些音進去 這樣我們就讓這個回憶不會背貌進去 所以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它是軟體工程系 可是它很跨界設計 它其實不會決定待一個實驗 第二個 這也是我們合作的一個case 那其實它是一個草原特大的學生 所以我們借我們寫出一個聖母機高達300萬 那我呢 我說過大家可以透過當中平台去實現夢想 沒錯吧 那也有辦法想像 每天都會有很多帶有熱型的人、帶有夢想的人 來跟你說他有多麼想做這些事 這是對一個創作人有很大衝擊力的 那或許我真的以後會藉這平台發表我的作品 這也不可能 那想告訴大家 我放棄希望其實成功就在以前 那最後一章 我要說的是 estimate is not a matter of the chance it is a matter of the choice 我相信大家會有聽過這句話 我們要的是一個選擇 是一個改變 而不是一個機會 機會往往無所不在 就在今天聽了大家的分享之後 或許你會有些靈感 所以靈感其實都在你們附近而已 是個沒有做now or never 那最後我想問大家 你們可以回去反思一下 有沒有想對你們的人生做一張什麼樣的設計 想做一個什麼樣的模 謝謝